大家好,我是小七 最近一位女子在转阴九天之后洗头 惊讶地发现自己掉了许多头发 团在一起,好像一个毛线团,非常担心 怕自己再多掉几次,就秃了头了 所以啊,我们日常一定要细心地护理头发 不要去烫发、染发 尽量多地保住自己的头发 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组顾发按摩操 可以很好地促进头皮的血液循环 有助于头发的生长 首先呢,我们把自己的头发散开 用我们的双手先来推一推头皮 主要是使用我们的双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这三个手指 把这三个手指并拢,放在咱们的头皮上 先从中间开始 中间这条线就是我们的督脉 两手之间间隔一到二厘米就可以了 然后同时向内推去挤压你的头皮 从咱们的前额开始 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往内推 双手向内推 然后停留大概一到二秒钟 放松 继续往后 先推正中间这条线 有的朋友可能头皮比较厚 推起来比较方便 有的朋友头皮比较紧致 推的时候稍微用点力 在中间从前额推到后脑勺之后 我们开始推左边 把我们左半边的头皮推一遍 方法还是一样的 两个手之间距离一至二厘米 然后用力地向内推挤压 从前往后 你一边推 一边就会感觉到自己的头皮 有一种在放松的感觉 平常我们的头皮很紧张 总是觉得我们的头有一种疼痛的感觉 经常推一推会有很大的改善 好了 督脉推完之后 我们再来推两侧的膀胱睛 膀胱睛在我们的动脉的两侧 还是同样的方法 双手中间的三根手指并拢 然后慢慢地从前额开始 两手之间距离一至二厘米 用力地向中间挤压 一边推 你就会一边感觉到 自己的头皮再放松 你推完这些部位 会有一点点热热的 麻麻的 但是很舒服 还有头的两侧 用我们的手指慢慢地推两侧 推着推着 就到了胆睛和三角睛这个位置 继续推 一直推到你的耳朵周围 好 左半边的头皮 推完之后呢 咱们来推右边的 先是推膀胱睛 从前额开始 慢慢地把我们左半边的头皮 都推一遍 咱们做完这个动作 大概需要二到三分钟 第二步我们来拉 还是把我们中间的三个手指并拢 然后放在前额正中线上 双手的指尖相对 两手中间距离一到二厘米 然后用力地向两侧拉 先把中间督脉 从前往后拉上一遍 然后是左侧 膀胀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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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胀 最后是右侧 同样的方法 慢慢地拉 把我们整个头皮都拉上一遍 跟刚刚咱们做推的动作一样 我们做完整个过程 大概也是二到三分钟的时间 一边做 一边就会感觉到 自己的头皮 好像是被撑开了 非常舒服 非常放松 我在为大家演示的时候 用力是稍微小一点的 那么大家自己在家中做的时候 可以用力稍大一些 不要怕把头发弄乱 我们稍微用点力 在做推和拉的动作的时候 每一个动作 我们都要分别停留上 二到三秒钟 大家慢慢地去做 不要心急 把我们整个头皮都放松一遍 这边还有一点 让我们的感觉 这边就会把这边的地方 放松一遍 在家中做 然后再来做第三步 叫做梳 我们的头皮在经过了 刚刚的推和拉之后 整个头皮正处于 很放松的状态 我们要趁着这个放松的时候 把经络去好好的梳通一下 大家可以准备一把专用的经络梳梳子 比如说我手中的这种经络梳 它的设计呢 非常的符合我们头部经络的特点 既能够推到咱们头部的经络 又不会伤到你的发根还有毛囊 非常适合按摩头部 如果大家家中没有这种经络梳子 也可以用自己的双手 但是前提是 一定要把自己十个手指的指甲 把它剪短一些 因为我们现在的头皮状态 还有毛囊状态 非常不适合用非常尖利的东西 去反复地去梳头 因为这样会更加地伤害毛囊 伤害咱们头部的气血 如果你的指甲很长的话 我们在梳头的过程当中 也会伤到头皮的 所以建议大家都准备一把 这样的专用的经络梳梳子 我们用起来很方便 也是我们日常养生宝剑当中 一个非常趁手的小工具 手边放一个随时都能用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沿着刚刚讲的 我们头部的正中线督脉 先来说你的督脉 从前额正中线开始 把你的梳子放在前额正中 一直梳到你的脑后 慢慢地梳 在梳的过程中 去感受一下你的头皮 有没有变得非常疼痛的地方 或者是有没有那种 硬硬的像小结一样的地方 如果有的话呀 咱们就用这经络梳子的一端 比较宽大的一端的大梳尺 用力地去点揉一下 特别是在头顶百会穴这个位置 好多朋友都说 梳起来特别的疼痛 还有好多人感觉 里面好像有一条硬硬的 粗粗的筋 点按的时候很疼 其实这些就是 咱们经络上预读点所在 大家把它们疏通开了就好了 然后是我们左边膀胱颈 从前往后梳一梳 好接下来是左侧鬓角 右侧鬓角 每一条经络咱们都要去梳 每条梳上三十至五十次 整个梳头的过程 其实你整个头部梳完 也就是需要三至五分钟的时间 大家不要着急 慢慢地梳 遇到疼痛的地方 要多揉多梳通 有的朋友会担心说 我们这样去反复地梳头 会不会让头发掉得更多 其实大家不用担心 经络梳子 它跟我们普通的梳子不一样 梳尺是非常宽大圆润的 不会伤到咱们的头皮和毛囊 大家反复地去梳 不仅头皮不会疼痛 还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 就好像是做了一个头部的整体按摩 就跟头疗一样 非常的舒服 而且你的头皮梳完之后 是热热的 好了 这三步呢 大家每天晚上在睡觉之前 都可以坐上一遍 早上如果有时间呢 也可以去坐上一遍 经常做呢 能够清理咱们头皮经络当中的浴堵 让头部的气血循环更加通畅 这样头发才能得到滋养 才不会掉得太多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大家一起互相学习交流 喜欢的话 记得点个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